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五章 我是华王裴硕 大盘今天大涨快300一点 来到13638 站上13638点 起货同步也是站上13613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直给你强调 我说其实这个地方还刚起涨而已 整个大壁破崇这地方正式启动 正式启动 这个都还相对很底部 那如果说你现在 很多关都错过了 点位都错过了 不要急没有关系 我说现在就才刚开始 而且你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怎么样可以操作 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赚大钱 这个大壁破 因为它的震荡整理很久很久 我所谓震荡整理不是在这个地上 它的方向在往上走 在往上走 那我说至少这个大概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一整年它整个结构都是在大壁破的结构里面 怎么说呢 头发你自己看 头发这是1万点的行情 8268前年的3月19号 12345大坡结束1万点的行情 这已经结束了 也结束很漂亮 那整个这个推动结束完之后 第一次首度拉回来 肯定它就是一个大壁破 那这个大壁破走一个很漂亮的结构 很特殊的叫做9坡格局 123456789坡 这个9坡现在目前地点12652 应该这个地点有机会 大概就是大壁破的落底处 我们近期都一直朝这个方向呢 一直在怎么样 在规划操作当中 好 那你看头发这个大壁破 走了9个 将近10个月 这个大壁破走了将近10个月 那我说接下来就是在走这个叫大壁破 方向是往上 可是它不是推动一路往上推 不是 它会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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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个方向是在往上走 整个方向是在往上走 而且那时间会很久 我说至少超过一年以上 那你这段期间你就要好好操作 头发这段期间的话 它整个量能其实会很普通 当然这过程中 譬如说现阶段 细微波它是一个小推动 这个细微波是一个条推动 之前跟你谈的 我说细微波大概从这边 推了一个出生段小1小2 那现在细微波是一个小推动3 所以它整个量能比较大一点 然后速度也比较快一点点 那整个这个小的12345结束以后 它会不会整理 整理真的也要再推 所以这个细微波里面 当然会有一些比较热情的一个脉动 可是整体来看 其实它整个大壁破结构 量是很普通的 也没什么很特别的一个 可是怎么样 很好赚钱 很好赚钱 我说这有时候 还有点量能不足 大壁破里面 尤其是大壁破里面的 某一个推升结束 在回挡拉回的时候 那这些都没有关系 包括这些东西都 没有影响到你个股的操作 你个股呢 就是积极地一直 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跟你讲 我说你要好好保护 你这个地方 你越要提起精神来 很多个股营造成落底 那你那个地方 一直拼命的一个什么 基地找股票来做多 就没有问题 有没有 那他做完呢 他很多个股还在地上 等你换股操作 你还可以买很多 其他便宜的股票 我说这个就是大壁破的特性 那你不会做的就会怎么样 看起来最高杀低 最高杀低 被巴打扒去 会做的这一波会大赚钱 而且会持续很久 重点是很久 你赚得久才是重点 等会儿那个延续力 续航力赚得久 是操作的重点 那我说现这一段也是 分析也不是重点 操作才是重点 同一档股票 有人被扒拉扒去 扒拉很多趟 有人是赚大钱 其货也一样 选择权也一样 个股也一样 那我说这个 这个是很长线的 那是个大壁破 那重点我说这一段 之前在追踪 那个落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次再给你追踪 九波可以是从18583 123456789 重点是这个第九波要结束 那第九波它是15461下来 到最低1262 15461下来到1262 我们从周线看到日线 看到这个叫小时线 乍看当然有一个12345波 很漂亮 可是它一直没有越过 它本身的一个下降轨道 随时有机会扩延往下 出现一个扩延波往下 比如说某一段走了五小段 对不对 好 那之前就一直在追踪 这个短线有一个轨道 轨道 在这个地方其实前几天 在11月1号的前两天 就已经高了 它其实应该大概就过了 因为这个已经越拉越近了 有没有 11月1号正式过 这两条线同步过 这是有没有 我说同步过了 就在同一天 这个第九波 其实这样 我说它一旦越过 其实那是一个很关键的 两条下降压力线 一旦越过 一旦越过 我说我们的分析绝对是有所本的 不是在那边乱拆一通 乱喊一通 一旦越过很多往下扩延的波形 就不会发生了 因为你怎么 什么叫不会发生 比如说你12345 你5要扩延 5之1 5之2不对了 这已经第一个整理太久 第二个谈话太高 都不对 所以不会扩延了 那你这一段也是一样 某一段某一段都不会扩延 所以我说可以删掉 我们之前就用删去法在分析 会删掉怎么样 很多往下扩延的波形 那看一看就 几乎就不会没有往下的波形了 唯一一种 唯一一种说 这个五大波它是一个脉动 那这个要整理很久很久 以后怎么样 以后如果说有机会再往下 那是以后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开始 先不要想那个 那种可能性我判断也很低 因为整个结构 第九波的第一个幅度它也够了 那整个大一波九波格局 也很明显也很标准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定掉 定掉这个12652 12652大概就是 整个大一波的落底处 所以我们后来 这个越过以后 我们就干脆就直接追踪怎么样 从底部上来的 12652对不对 底部上来的它是一个 推升的结构 推升的结构往上推升 有没有 就直接在推升 你看我画蓝色就是一个推升 一个小推升通 小推升浪 然后红色是一个整理 然后再推 有没有 是一个结构吧 有没有 这个地方然后往上 有没有 它是一个小推升坡 一个小推升坡 然后整理往上 现在这个是 类似应该就一个123 我先把它表一下 这个地方从12751275 一个到1310 我说这一段的那个现货很漂亮 有没有 之前也跟你谈到 我说这个很漂亮 推一个大中小 拉回来这附近很漂亮 12850然后往上 今天来到13613了 那整体看来目前是 大概12是这个第三坡 正在运行当中 就这么简单 我说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现在我说刚刚跟你讲 我说这个一个小1小2 现在这个小3 那因为它现在面临到第三小坡 是一个小组生段 整个量能就有点出来 有没有 就比较强势 比较强势 强推 那确实行情也会比较加速 会比较加速 有没有 那这整个其实都在我们的评估当中 整个都在我们规划当中 那这些东西都是讲在前面 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掉了 而不是说马后炮 现在已经涨上来了 然后都忘了自己在那边说 这个很烂烂烂烂透了 很多人在上年 还是说盘烂透烂透 都美股大涨 我们都不会涨 抱怨东抱怨西 有没有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抱怨一大堆 国安基金不复盘 复盘复得很烂 美股大涨 我们都跟不动 涨不动 台股烂透了 我说美股大涨 我们不会涨 是因为我们前提市场 会稍微反应会慢一点点 国外法轮市场会占比比较大 那事实证明 你看我们比较慢反应 那还是一样反应了 开始往上推了 开始往上推 好 所以我们近期 其实我们近期像这一段期间近期 我们都是在逢低 从18号开始 逢低我们都做多单 上去获利平仓 每笔都还赚很多 逢低买然后上去平仓 逢低买上去平仓 逢低买上去平仓 都是维持这样的操作 那维持这样的操作到 接下来我们也会维持这样的操作 会比较顺响 会比较顺势 你如果一天到晚 最近头发热博力 一天到晚也要想要去找空点 你会比较辛苦 没有做多就没有赚到就算了 你不要一天到晚又要去空又要去空 会赔到钱 会赔到钱 因为它当然涨多会不会拉尾 会 可是那个短空点 是在完整结构的时候 那种我做可以做 你要一个完整结构 比如说跌跌跌跌升 不是跌升都不会跌 跌到一个完整结构 你可以想要反弹 涨多也一样你要反空 你短空的话你也是要有完整结构 目前有没有 好多目前有没有 没有 好 这是齐全的部分 都是一样拉回座多 拉回座多 好 那选择权这个部分 我说我们这一次也是 现在也达标了 你看这一次我们讲 不要再讲这个 这个timing交给我 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我10月28号去买它11月的13500的买权 10月28号去买它11月的13500的买权 那时候买是买大概50点 我也是大概定价就50点附近你自己买 13500 那时候才12700多 我已经买到13500的买权哦 表示我们是不是看权力看多 13500嘛 买权买权嘛 11月份的 而且要在短时间内要达到 好 通过你看我们选择权的操作 就知道我们这个行情整个掌握度 10月28号去买13500的买权 这个我也等很久才出手就一次 这10月 我不是一点点买 就出手就这一次 通过我们看10月28号买在哪里 通过你仔细看 10月28你看 这个我把它拉大 你就知道10月28是买在哪一天 这一天就10月28 通过这一天黑黑棒拉回来这一天 这一天就是叫做10月28号 收盘12788 最低12723点 12700多点就在这一天 谈了两根压回来这一天 这一天叫10月28号 我们在128号去买多少 买13500的买权 表示我们看10月份 短时间内两个礼拜内要到达13500 到了没有 通过今天来到13600 超过13600了嘛 有没有 这一天啦 等不过这一天就叫做10月28号 我说我们的切入点都通常都相当的漂亮 不是说前面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这边买买买买买买买不认赔不是哦 这一段时间就买这一天嘛 我没有买最低 因为我说这个最低点的旗指的最低 未必是买权的最低 可是这个一个止跌小坛压回来 那个反而是会是买到最低点 反而会是买到最低点 13500的买权 当下10月28那天是在12700多 等于是我买超过会涨800点以上啦 800点以上嘛 头部你看我们选择的操作就知道我们对行情的掌握度 那今天来到多少 头部你看这个红棒 这一根黑棒是不是进得很漂亮 就在这一天买的 那这一天买完 头部今天来到13638了嘛 已经过了 已经跑到价内来 由价外呢 深度价外跑到已经到价内来了 有没有 锁定13500的买权 有没有达标 头部达标了 有没有达标 达标了 今天来到214啊 头部今天来到214啊 有没有 我说因为11月份的时间会比较紧迫啦 那够减弹 那也不错 头部那这样也不错 那接下来下礼拜三就要结算了 好 那你这个地方 头部你这个地方的 有时候那种整个交易策略 因为很多可能选择权的会员 跟期货也许没有同步 有的是重叠 像正常如果我们在操作 因为它时间已经很逼近 时间已经很逼近 比如说这个有200点 你13000有买权你有200点 我会先把它落贷 的时候它的倍数涨的第一个就会比较慢了 那买权是不是刚好就是200点的价值 那我今天就卖掉了 可是呢13700200点的价值对不对 我又买了13500的买的那个期货 我又多占200点 等于double了 变成400多点 等于就这样就有400多点了 本来是赚200点的东西变成赚400点 好 那是因为结算期快到了的关系 好 这个东西我会评估 或者这东西我会评估 我也是说有些会比较 你要去拿捏它现阶段的一个价位 然后时间 然后期货现在什么价位这样子 好 然后去做相对应的比较 做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来 如果说时间很长 那当然就可以摆着吧 你懂我意思吗 好 那因为它接下来的倍数就没有那么高了 好 就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它会跟着期货就同步 因为跑到架内来了 跑到架内来了 好 我不晓得这可能有些人听不懂 好 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跟上脚步来就对 我说我们期权的 期货 选择权的出手呢 其实次数很上 可是其实胜算很高 胜算很高 那我说接下来的行情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中 那它大密波如何震荡整理往上 我们心中都有数 好 那目前也都一直按我们的规划 持续在运行当中 所以我说这个也不如小谷 你这50点买今天跑到214 对不对 好 那因为时间比较紧迫11月份的 所以你变成说可以把它转成期货了 把它转成期货了 因为它已经跑到架内来了 了解意思吗 好 是期权的部分 那有限运行当中理念 赶快 头部 赶快赶快跟上脚步来 我说这一波你 是个很关键的自信时刻 绝对绝对要用心把握 头部 绝对绝对要用心把握 不只期货 不只权则权 个股也是一样 头部 个股我们也是怎样 这些个股你自己看它的表现 你自己看它的表现 我说你这个阶段 头部 大盘涨到今天13600 个股你选错什么都没有 选股是重点 操作是重点 不是大盘已经弹了 哇 那已经弹了1000点了 对不对 12629今天13638嘛 刚好1000点嘛 已经弹了1000点了 你就打破全胜吗 不是啊 很多人是 还是赔了一屁股啊 还是赔了一屁股啊 你的老师都带你买那种 不会涨的股票 有时候还每次有的东西 最近这个 这个BPO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你听我一句话 一定要很特别记住 很多股票跟着强谈 一天那一走 你如果万一一追出去的话 那种都是短线高点 它会一直是下来就没有了 你买那种股票很痛苦 很多那种各股在这个大BPO里面 所以我说大BPO的统计的结果 是让很多投资者 有赔大钱的一个大卖动 而且这一段卖动会很久 我说重点是它操作 选对才有 各股你选好 要有耐心 而且你要有那个长线的眼光 就是这各股它长期 是会往上一直在循环往上涨的 不是那种短线反抬一根 然后你追出去 停住 然后就是一直下来那一种 你要追可以追 追了以后真的 只要你不动 你立刻换骨操作 那个手脚要快 手脚要快 这跟之前不一样 那个多头 不像那种多头一路晚上在推升 那种多头 一冒出头追出去 大概都有钱赚 那现在不一样 可不可以冒出头出去 有的是最危险的那一种 那个结构你要厘清 那个之后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你一定要把它筛选清楚 那你看我们选的这些 有没有真正是波段起涨 好不好 来 我说这个蓝电 APF三雄蓝电 星星 紧缩 这个早就 就已经落地了 至少这个卖动已经结束 结束他就是要先谈 那可是你不要去买那种 反弹的一个高点 208 你压回来 180左右你可以买 对不对 所以蓝电你看 蓝电我们这个 压回来买 压回来买 第一次买 从180几买上来 187然后到一直卖上来 209先出一次 出一次以后又回来 回来又买到200 200的话到昨天 昨天10月11月18 昨天220还在买 昨天220还在买 买完怎么样 今天多少 今天236又大涨7% 今天236 昨天236又大涨7% 那是不是确实它的方向性 有没有 8046南电 这个地方跟你讲 我说这已经落地 这边你不要追他 拉回来买 这边一路 这个过程我们做了很多次 做了很多次 那这现在也要 今天来到236 行情你要看得懂 通过你买对柴油 买错这一波什么屁都没有 我讲这样比较难听 通过重点在操作 重点在操作 好 这是8046南电 你说我们来底部转强 波段起来来 瑞玉237 961 这12345波 第五波有一个小12345 也是落地了 那开始往上走 走走走 这一波从230几走到265 好 有一天 我说他不是公布立空吗 10月31号 公布立空 哇这个宅不行了 明天不行了 只要240 我说那很可能 那个洗盘 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个小1波 压回240 在这里 10月31号 这个是第五段 第五段里面的12345波 一个小A 你不要去 压回来 压回来这个地方 你要进场有没有 瑞玉237 这边240他开始就上来 有没有 240都要马上上来 在266然后275 今天多少 差不多今天又大涨多少 来285 285 差不多你看我们选的 这些底部转型的个股 是不是都涨得特别的厉害 选股是重点 选股是重点 有没有 你不要选那个什么动都不动 就涨一根一点 然后就没有了 有的当天就没有了 有的开高当天就没有了 然后就慢慢停住了 选股是重点很重要 差不多这个卖动 你看细创12345坡 ABC 这个更早落地 那这个ABC 你不要去躺温水 这一段可以做 有没有 这一段可以做 有没有 今天多少 今天多少 今天到198 今天再创高楼 8016细创 8016细创 今天多少 今天来198 光要涨停 光要涨停 好这个是不是都有 底部转强的味道 那你看我们选的 不是选的底部转强 嘴巴讲底部 什么什么都不动的 细创 我们讲现在新类的国 同样这个国具 简直以后它从这边跳到这边来 然后一种波形 从这种结构的 这种结构 就我认知 这种结构都大概很有机会发展成 就是一个出生端而已 跳上来这一组 然后开始这个一出去 这个一出去 可能就是一个小组生端 当然是比较大 比较大 可是它这个结构 应该有机会慢慢地推一个小组生端 2327的国具 2327的国具 今天也表现不错 有没有 你要懂得买 通过你要懂得买 今天也表现不错 现在开始有一些比较大型股票 开始在怎么样 开始在动 开始在动 好 这是2327的国具 2327的国具 那你说这个来 叫做独树一个强势主流的 独树一个强势主流 来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在加联谊 一个是精卫 有没有 我说这是组成端 组成端 有没有那天公布力多 有没有 11月1号我们又买它 买它24.5 11月1号买完隔天拉涨停 连续两根 两根 最高双方来恭喜 有没有 最高双方30.3 好这两天不动 该高涨震荡 至少也拉开两根以上的涨停了 对不对 已经先获利利于不败之地了 已经拉开成本区了 你操作一下 你先进场 拉开成本区 加点1 精锐 精锐 这个地方本来要走第五波的 所以我们做一步 做了也是连拉两根涨停 后来没力了 好先出一次 他又来一次 那第五波这里没工程 下来一次 整理多一次 一样要攻第五波 一样要攻第五波 所以又来到11月16号 又来到11月16号 我们又买 12月16号买到 买到19 买到19 买到19完以后 你看26号买完 隔天又涨停 那这一路就涨上去 一路就涨 至少很快 147 至少很快 今天还在创高 185.5要两等 三四五十的金位 所以我说这个选股是重点 你看我们选的这些个股 来来往西 来往西 从10月31号买 6月23号往西 从这里买 31号买 是不是一路涨 每天涨每天涨 今天也在创高 今天还在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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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8155的脖子也是 都是从底部买的 选股是重点 选股是重点 选股选股是重点 不再赘述了 没时间了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 选股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这个 这些个股早就准备好了 赶快跟上脚步来 那我说我们的招手 绝对都是有所本的 绝对都有所本的 好 那这个举国之力 这个特别专案 直接欢迎到过年 这个 你要把握 这个即将结案 即将结案 你要把握 这个举国之力的一个特别的专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头骨黄老师 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齐选底部转强 扑断齐章骨 搭配独树一格 强势主流骨 实物操作有所本 进退有据 不夸是 引领您在鬼绝多变的骨海中 稳健前行 要参加头骨 先问过黄老师 真心正骨专线 022 27810909 27810909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研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君车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鱼送钓干 古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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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我当国民法官 会不会太年轻啊 这段期间不能打工耶 那房租该怎么办 放心啦 国民法官需要老人的经验 也需要年轻人的观点啊 而且喔 审判期间还有酬劳可以领 YES 你...你这么好 不然你帮我拿一下 谢谢...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欢迎到节目现场 头部这个卖动呢 我说相当的重要 是一个很关键的自胜时刻 那这个举国之一 这个特别专案 头部你要把握了 因为这个即将要结案了 即将要结案了 这个卖动的 整个都在我们掌握中 包括期货选择权股票 都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这个要把握 最后即将要结案的一个日子 认同理念的 赶快 赶快 跟上脚步 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儿 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 Code 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运大头骨 黄老师 进化波浪更甚波浪 齐选底部转强 扑断齐章骨 搭配独树一格 强势主流骨 实物操作有所本 进退有据不夸是 引领您在 鬼绝多变的骨海中 稳健全行 要参加头骨 先问过黄老师 真心证固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骨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头骨公司之一 头骨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骨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